台版的参考范本 欧规HONDA HR-V4 RT亮相 台湾已预计第二季发表小改款HR-V 甚至还有不少传言会出现运动版 外形是否会与欧规款 比照办理 先来看看欧规款有哪里不一样HR-V 于2013年诞生 途中历经一次小改款 试货 达跨界修旅的开拓先驱 也为品牌带来可观的销量 随着各地已陆续发表新一代车型 台湾也即将在今年地 二季上市 小改款HR-V主要针对内外观上的小修 是 在前下扰流新增LED日行灯设计 让视觉辨识 路上变得更好 车尾也换上双出排气管造型 网路 夜 有不少传言指出 台湾此次小改款会出现运动版 下号 这个时间点德国当地也推出HR-V斯波特车 行 说不定很有可能会是台湾运动款外形的参考依据 该车型于德国市场开出299,990欧元 换算台币约 为105万元 这款HR-V斯波特奶针 对外观 悬吊系统等处进行强化 并结合新的1.5 升涡轮引擎 使它化身一辆跑格化的跨界修吕 在前后保 杆 侧裙 轮拱等处 均有紫板才有的特殊设计 展现出 强烈的视觉运动杆 HR-V斯波特动力来自 1.5升涡轮引擎 配上6速手排变速箱后 用 有182马力 24.5公斤M最大输出 7.8 秒可完成破百加速 若配上CVT变速箱车型 也可 在8.6秒完成0到每小时100公里加速 欧 QHR-V斯波特采用原厂特别校条的配 弗曼斯单破避震阻迷 可大幅 减少车身侧轻 提高高速弯稳定性 不过台湾届时真的出现运动款 相信只会在外观上有所改变